上一次去加拿大就很感謝溫哥華和多倫多的朋友的接待 也都那邊的傳媒也都很關注香港的情況 我們都先上了多個的電台節目 很詳細也都講解了和介紹了香港的政治形勢 特別拉布的意義在哪裡 也都再次多謝多倫多的朋友 還有那天剛剛六四我們都去了多倫多大學 學生會他們做了一個紀念六四死爛同胞的一個碑 我們當天都上去獻了花 也都希望在這個民主道路方面 不單香港和爭取中國的民主道路方面 各方面的朋友 特別海外的朋友 繼續支持和參與